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法庭的仲裁庭对菲律宾所提交的关于南海地区菲律宾的一些主张 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一些不同 对菲律宾的申诉进行了仲裁 仲裁一出确实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 不仅仅是中国大陆 包括台湾 包括香港 乃至全球的华人都在热烈的议论这件事情 到底这个裁决本身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合不合情 另外这个裁决本身有什么意义 第三这个裁决本身有没有可商榷之处 或者说这样一个仲裁庭这样一种方式有没有真正的意义 或者说它有没有执行力 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两岸问题的学址 同时他也是亚洲地区两岸关系的观察家 王忠平先生 华夏政论研究会的执行会长 今天我们请王忠平先生来就7月12日 荷兰象牙国际法庭的仲裁厅做出的这样一个仲裁 听听他的精彩的分析 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王先生第一个 这次咱们先谈他的内容 这次仲裁应该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从菲律宾开始提交自己的申诉到国际法庭 到今天判决两年多的时间 两年多的时间 两年多的时间根据我手里这一份南海仲裁案 菲律宾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牙 2016年7月12号这样一个中文版 根据他的这个透露 他是在两年多时间内 请了一些人做了法庭的证词 包括一些海言法专家 包括一些学者 甚至包括一些人 但是这里面要强调一点 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就明确说 这个法案做这样的裁决 没有意义 拒绝参加 不参加 不接受 而且呢 不承认 也不会执行 所谓的四部政策 所以到今天为止 中国政府也没有参与全程的对这个法案的审理 当然中国2014年曾经发表过一个关于南海和菲律宾争议的一个立场声明 但是并不是提交给法庭的 但是法庭以这个声明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基本观点和态度 也就是说 在中国政府被告完全缺席的情况下 单方面进行了一个裁决 我们先把裁决的公平与否放后面 我们先请教您 第一个 这一次裁决的主要点 关键点是什么 关键点就是说 把中国的11条线或者9条线 完全给你否认掉 就是说你南海这个权益 从历史上多少权利 根本给你否认掉 也就是说 你在南海上 你没有任何的经济专属区 就给你取消掉 包括太平岛也是取消了 所以取消了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岛本不用讲 就是把你的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给你彻底取消 因为中国以前 在中国的这个缩帖上面讲了 中国的南海有这个 所有的岛域占90% 中国有200海里的金属专属区 还有大陆价的延伸 所以这个就很厉害了 如果岛域他们这个普及上 如果这个岛域的90%都是所有的话 几乎南海变成你的内水 所以这个语论上是有意见 所以这次呢 就是金居的什么呢 就根据了一个十一条线 这十一条线 后来跟越南谈判 把两条线取掉 但是这个时呢 这十一条线 当时公布的47年时候 国民政府不公布 由地图为证 全世界 包括最近加拿大也出来一个地图 都证明没有国家提出意义 大家都承认这个 这个十一条线是属于中国的 所以全世界都写了嘛 而且这个菲律宾这个条约 跟美国的条约上也清楚标明了嘛 跟春兵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个完全是对 现在他来一个判决就是说 根本否决你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不是很正确 这个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作为 不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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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力的作为 而且我们讲美国 对南海不持立场 其实不持立场 他已经倒退了一步 在当年 他承认的是一条线是中国的 是吧 后来他不持立场 现在更到一步是说 支持越南菲律宾 这更是倒退了 其实从历史上来讲 这个过去的十一段线 和现在的九段线 是二战以后的二战产物 也就是说 由于要求日本 归还中国 澎湖及台湾列岛的同时 也要求日本 把南海诸岛 南到曾母安沙 一直到西沙 所有日本所占领的岛屿 全部归还给当时的 中华民国政府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二战的产物 所以说这是二战的 胜利成果之一 所以今天的法庭 用一个历史性的水域的 法律依据不足来否定 显然从这一点来讲 是没有道理的 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你不能用一个法律 来否定一个历史 对 这不可以 而且这个 这个 所谓岛屿啊 这个 联合国的海洋共有明文规定 啊 要是太平岛 这个岛屿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在 水涨期间还佛在上面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要有人居住 第三条要撒斯坦尼里面有经济活动 这三条太平岛都是不合理的 可是现在它把连这个都否决掉 这个程序上就不对的 比如说美国最高法院 它是解释宪法 它不能推翻宪法 它不能创造宪法 你这个是国际法 你说你是 那你只能按照国际法来 你不能拿你自己的黑方国际条 调一条明明规定的 所谓屌的三个条件 它不能都适合 那你为什么完全你是 所以王先生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不要忘了 这个法庭接受菲律宾的申诉 并不是因为菲律宾是个主权国家 来挑战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 某个岛屿的主权归属 这个法庭 这个仲裁庭说的非常清楚 我们只是基于联合国海洋公约 作为一个菲律宾是公约国 中国大陆也是公约国 一个公约国对另外一个公约国 在海洋权益上进行一个挑战 挑衅这个算是一个挑战 来解释 刚才王先生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仲裁庭只能解释海洋法 你不能推翻海洋法 而在岛屿上面 按照仲裁的结论 他说南海所有地区 南海整个没有岛 全部都是礁 不管你越南站着的 菲律宾站着的 马来西亚站着的 温来站着中国站着的 任何人站着的 你们都不是岛 全部都是礁 这是罔顾历史事实 而且 也违反这个条约 你从根本上违反了海洋法 联合国海洋公约 对岛屿的严格定义 在这里稍微重复一下 联合国对海洋公约中 对岛屿定义 除了王先生讲的那三点 非常关键的岛屿认定之外 同时联合国规定 如果它是岛的话 它不仅拥有12海里的领海权 24海里的比林区 还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而且还有大陆架延伸的 可以继续申报 如果你仅仅是个礁 没有岛屿性质 涨潮了 淹下去 退潮了 浮出来 如果是礁 它就只有12海里的领海权 没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和大陆架 所以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制定的时候 对岛和礁的一个主权 或者说你的功能性的划分 这一点 除了对中国历史性的 九段线的一个认为 法律依据不足与否定之外 同时又把所有岛全部 指路为马的 全部说成礁 它还有结论还有什么 因为这个岛分交重要性很大 当然 因为如果是岛 它有200海里的经济区 没错 那根据这个海洋法的规定 在200经济区以内 你有权利建岛或者扩岛 这完全是民文规定的 这是海洋法允许的 对 如果是太平岛 是一个岛的话 那中国所有的那个建岛 扩岛都在这两百海里之内 美国就没有这个说山道士的权利 所以这个美国一定要把它取掉 就是原因在 就是这一点很清楚 另外还有一点 根据媒体报道 我想也提供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一个参考 其实它之所以把太平岛一个0.41平方公里的自然岛屿 0.41可不是加盖的 完全是自然岛屿 自然岛屿 而且还有淡水 还有已经有百年有人生活 而且生活状况非常良好 这样一个状况 它居然指路为马 说它是个礁 其核心的意义 除了刚才王先生讲的对这个建岛问题 更重要的来讲 不要忘了他这一次的仲裁 是不能涉及主权和管辖权的 一旦涉及主权和管辖权 他的仲裁就无效了 可是如果他承认太平岛是一个岛 太平岛就有两百海里的经济专属区 这样就和菲律宾的经济专属区重叠了 一旦重叠 这就变成了主权之争 既然是主权之争 你的仲裁法庭就没资格来参与判决了 所以他必须得指路为马 就是告诉说这就是个礁 刚才我们请王冬平先生 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一次裁决当中 仲裁当中 两个应该说最重要的裁决 而是两个最不合理 也完全不合法也不合情的这样一个裁决 除了两个之外 王先生还有什么 还有他就说 这个中国在那个里面造岛啊 是破坏了这个生态 是不合法的 所以要求中国这个废除 他说这个造成南海局势紧张的要素 就是造岛 这个是 这个在造岛跟你 而且中国造岛不是首先开始的 越南菲律宾十几年前就开始造岛 所以他现在讲这个话没有意义吗 因为中国造岛的熟度太快了 它里面还有机场 已经七个岛 有七个机场 是吧 这个是在中国来讲是不成的五件 所以他说现在认为你造岛 这是非法 这是破坏生态 就是要你撤除 或者至少停止 他用的字呢 如果按照他的中文翻译 他明确表达了说是 中国造岛对盐湖礁 造成了盐湖礁 对这个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 甚至对一些 逼能灭种的 这个生物造成了这种影响 而且说 什么海龟也算进了仲裁之内 我觉得有点笑话 那人类只要存化存在 就势必对这个 这个自然环境会有影响 你不能把这样一个正常的人的活动 也算得了 不过他没有说中国建交不合法 不合理 他不能牵扯到主权的任何的判决 只能说你这个岛建了以后影响了什么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道理 而且是最虚弱的一个法律认定 最后一点其实我也特别注意到 他特别在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 无论是在黄岩岛还是仁爱礁 仲裁完全罔顾事实的 一面倒着偏向菲律宾 对而且他说这个黄岩岛是菲律宾的渔泉 移民所在 所以他说我们要尊重 那我就说中国几千年的渔泉 你为什么尊重呢 菲律宾这个渔泉你要尊重 这完全天天太离谱了 而且他还用了一个话 他为了维护菲律宾的时候 还用了一句话 说菲律宾从来没有干扰过中国渔民 在那个附近的捕鱼 那抓中国渔民 给中国船长们罚款 不都菲律宾干的吗 所以这个仲裁法庭完全是罔顾事实 除此之外 其实他对菲律宾的一面倒 特别是特别提到黄岩岛和仁爱 他为什么特别重点提到了黄岩岛和仁爱 因为他开始菲律宾所以要告 就是因为黄岩岛的事情 所以人家黄岩岛是给你提的 就仲裁可以啊 跟太平岛没有关系嘛 那是 所以很多人很纳闷 当时现在很混乱 他这个就是太平岛 就是要取消你的经济专注系的用意 不过他倒是对这个 在仁爱岛附近 由于中国海军和菲律宾海军在此 因为菲律宾放了一个废船在那嘛 说这个对质 他说了我们不予与这个仲裁 因为这属于你们主权之间之争 他没有对仁爱交的问题做出裁决 但是他们毫不隐悔的罔顾事实的 对中国跟菲律宾在黄岩岛附近 以及其他水域的一些争执问题 他们在说法上是罔顾事实的 特别在说了 说菲律宾这可以做 说菲律宾从来没有阻止过 中国渔民在该区域的浮渔活动 那抓到的中国的渔民 这个罚款的船长 被你关到监牢里的船长 那是谁啊 那是菲律宾人吗 所以可以见 它四个最重要的裁决当中 基本都是在罔顾事实 所以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为什么中国采取了这样一个 不承认不执行的这种态度 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这个法庭本身 你这四项最重要的这个结论 你怎么能用一个法庭 一个仲裁庭来否定一个历史事实 这是显然不能 就好像说我决定你不能姓张三 你不能姓李四 我是我的祖上给我的 你不能今天告诉我 我不能姓那个姓王 这是没有道理的 同样明明是0.41平方公里的岛 人们他们工作生活居住了几百年 他却说这是个礁 这就是罔顾事实 明明菲律宾在这个区域阻扰了中国渔民的捕鱼 他说菲律宾从来没有阻止中国渔民在附近的捕鱼 这全部都是在罔顾事实 由于这样的一个仲裁庭 另外据我所知 这个仲裁庭本身并不隶属于联合国 而且他是菲律宾拿钱供给他的 所以这个造成一个恶力 谁给钱你就倾向谁 那拿钱就来惨叛了 那国际法的公信在哪里 你是要根据这个海洋公约 你解释它 你不能推翻它 海洋公约明文规定以后导教的定义 你把它推翻掉 这个是不可以的 公安违法 而且这件整件事情的推动是一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呢 他原来是海洋国际法庭的庭长 当然他同时也是安倍 包括什么解除集体自卫权的一个首席的法律顾问 也就是说 现在还是外国省的顾问 对 所以他本身来讲 这个人的出现本身就具有了高度的政治含义 也就是说完全不再是一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个仲裁 已经高度的上到了一个政治高度 你说他这几名法官 包括加纳人 包括法国人 包括波兰人 荷兰人 德国人 这些法官们 用我听到昨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他说我明确的可以告诉我 我负责的告诉你 这些人拿的不是联合国的钱 是菲律宾先生 菲律宾的钱 那你违反常理 否则打民事官司 对打书的人付法庭费用 打赢的人不要付钱 你这个完全说打赢的人付钱 就是谁雇佣来做一个宣传吧 同好照你的所要求的判决吧 而且再加上又有一个日本人在冲中的一个穿针引线 高度政治的一个引导 所以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我特别注意到啊 当他这个判决说所有南海各个诸岛权威交的时候 他一个理论根据说是专家的建议 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 这些作证的专家当中 有一位非常权威的专家 他没有点他的名字 他说这个人 他曾经撰文明确说 在南海有12个岛 可以称之为岛 其他只能勉强称之为礁 他曾经自己撰文的白纸黑字哦 可是他居然到了法庭作证说 全都是交 这个是 所以这样子做的话呢 所以联合国也讲了 他说这个法言跟联合国没有关系 联合国公开证明的 是吧 所以这个人就当笑话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判决出来你执行专家 不执行 一般说 朝联合国可以安全理事会议的讨论吗 那这个跟我不可能 联合国也可能 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我拿到安全理事会议这个根本不厚 所以你这个执行谁来执行 这是一个笑话 更大的麻烦在哪呢 我以为我不喜欢王中平先生 我就可以组一个法庭来给他找麻烦 你不喜欢张三 不喜欢理事 你是不是都可以组一个法庭了 你只要出钱 就有人愿意替你做所谓的法律背书了 这是个恶力 恶力一开 那就是这种后患无穷啊 所以从另外一个讲 联合国里面五个常任是民事国 没有一个国家 真正包括美国 俄国 八国 英国 马党 都是被这个法庭判决过 都没有人执行过 所以在联合国的技术上看起来 中国如果不去执行是理所当然的 联合国那个常常局没有一个国家执行过 而且首先你这个法庭的组成就不合法 他用了一个仲裁庭 仲裁庭我想他可能用的是美国的 按照美国的法律制度 仲裁庭跟法庭最大的不同 所以仲裁庭英文叫arbitration arbitration就是你们双方愿意同意 由我来做仲裁 然后你们我做仲裁 你们不可以挑战的 也就是说这是final 问题是中国不愿意 所以你都不能组持仲裁庭 仲裁庭本身就是非法的 要双边同意才能取材 双边同意你作为仲裁人 你才能仲裁 如果有一方不同意你 你仲裁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他找了一大堆理由说 根据海岸法联合 连海岸法公约 只要不牵着主权问题 我们可以在被被告不在的情况 可以审结 问题是你是仲裁庭啊 仲裁庭你必须得双方当事人 得愿意让你认定你说 美国选这个陪审员 还得双方律师部门参加呢 何况你是选法官呢 所以这个法庭本身 仲裁庭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中国讲他是扩权人提示嘛 因为他说有没有管下权啊 他说我本法庭来决定 你自己决定嘛 这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情 所以啊 所以我是觉得啊 所以当然我看到很多华文媒体 大家很群情激昂 情绪我能理解 但是你仔细抽资薄茧 你把这个法庭把这个条文拿出来一条条 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人大可不必再太在意 就只当说 哎呀 有人愿意花钱 请一帮人来来来做点什么工作 这帮人也乐得 有钱赚 有钱花 所以中国这个消息早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戴禀国 上次戴华盛顺就讲了 这个出来了以后 只是一张废纸 就是废纸 表示中国已经早就知道了这个情况 所以中国的立场讲了很清楚 这个外交部出来的了 这个我们的主权领土不需要任何仲裁 而且讲了很清楚 我是中国的主权 任何一个国家主权 都不会有 不会有一个什么所谓国际法庭的仲裁 你能仲裁说 加州属于不属于美国 你看美国人干不干 你判了又能怎么样 墨西哥人说 我要说加州是我的 你们你们就是国际法庭 判了加州归墨西哥 你觉得美国会执行吗 所以啊 王爷 其实我们 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家要心平气和的 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做的合理不合理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不是在攻击菲律宾 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 是说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分析 能让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客观的真实的了解到 这个法庭 这个仲裁庭是怎么回事 他的仲裁的结论 又有多少瑕疵 一个不合法 不合理 又不合体制的一个仲裁庭 再加上完全罔顾事实的一个判决 显然这样一份法律 没有人会执行 没有人会执行